从2020年到去年 政府已经向受天灾影响的灾民 发放超过9亿6千万令吉的援助金 单单是去年就发放了超过8亿令吉援助 其中3亿是用来援助东北季后风灾民 330亿令吉的援助金 为全国的免疫力 可以尽力在这段时间之中 掌管沙巴和十二月 以及特别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拿督威尔逊 今天在国会上议院问答环节中被问到 从2020年至今的天灾援助开销时就表示 这三年间 政府一共为符合资格的灾民 发放了9亿6365万令吉的援助 2020年是540万令吉 2021年1亿1363万令吉 以及去年的8亿4462万令吉 威尔逊说 几乎所有的天灾援助拨款 都是直接发放给相关的州属 各州政府也已经审计过 至于由国家天灾管理机构 采取的援助行动 同样通过好几个系列的监督审计 根据这份援助指南 每位一家之主 可获得1000令吉的天灾援助金 因为灾难逝世的灾离家属 可获1万令吉 可获得100令吉 可获得100令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